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王者荣耀体验服的异星终于重做了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异星的被动 原来的鸣刀效果和法术普攻效果依然保留着 同时还新增了功能 当异星的技能5秒内命中敌人4次 敌人脚下也会出现棋子 敌人脚下的棋子 可以和2技能的棋子产生爆炸效果 通过敌人铲出的棋子 能增加一点的法术攻击 击杀或者助攻能获得8颗棋子 最多能叠加到181颗棋子 一技能 朝指定方向丢出一颗可以被英雄阻挡的棋子 命中后 减少2技能CD 棋子在阵内时会造成连线伤害 连线命中会强化普攻 强化普攻满足条件后 可以通过特定的按钮进阶三次 每次点击进阶按钮时 可以获得爆发移速的加成 布局 0到60颗棋子 可提升一星的攻击距离 攻击颗数加1 中前盘第61到120颗棋子 攻击点位散射 对范围内被去气目标释放加强普攻 中后盘 棋子攻击科数加2 关子180颗以上棋子 则攻击科数加3 一星的二技能 可以生成一个持续12秒的棋阵 敌方穿过或一星离开棋阵时 可以减少二技能的冷却时间 还能获得对应的加减速效果 当然敌方是减速 我方是加速 如果一星距离二技能太远 那么棋阵就会自动消失 这次变化最大的就是三技能呢 可以自定义大招的范围 就像在电脑上 用鼠标随便框珠一片 让敌人无法走出的棋盘 1.5秒就成型了 保持时间为4秒 而化的区域越小 那么冷却时间也就越短 最多缩减50% 除了重作的一星外 还有6英雄调整 苏莉油化了二技能手感 让他衔接其他技能时更顺手 三技能对非英雄单位的伤害减半 孙上香的一技能伤害加强 买力首颜的二技能削弱 貂蝉上次调整削弱太多 所以这次被动技能稍微加强了一些 亚瑟的三技能最大生命值伤害增加 大乔的二技能新增传送回出生点时 清除所有的负面效果 二技能加速效果和持续时间都加强了 那么小伙伴对于这次体验服的调整如何看呢 特别是重作的一星